大家好 大家好 欸欸欸欸 你們自己喜歡喝嗎 喜歡嗎 欸很喜歡 跟外面的感覺不一樣 對 然後老闆一開始菜單就有這個奶茶 然後夏天的時候還會有十幾單 就專門來點奶茶 所以大家可以來 YA 拍芯片 新企劃 我是每個月都拍新企劃的男人 哇 你很棒 對 因為我們今天去買了新相機 所以我們要拍新企劃 好讚喔 對 這樣才會有三星 所以我們要開箱相機 啊沒有欸 這個開箱相機又不是我的專長 你可以看小餅開啦 要不要我開 人要做自己擅長的事 不要去做自己不會的事 知道嗎 深蹲是不能買公車票的 你到底在講什麼 你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知道 我是不是說跟今天主題沒關嗎 今天我們要拍新企劃的 就是因為我們平常在拍很多美食 或旅遊節目的時候 有一些店 它不是算特好吃 也不是不好吃 氛圍很曖昧 就比如說 拿破裏 拿破裏有名是什麼 炸雞 那它是什麼店 Lisa 對 就是要找這種店家 但我們不要找那種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地人 或是內行人才知道的店 正好我就是有一些口袋名單 今天就拍一個三家 這三家以後呢 就可能要請大家 告訴我有沒有類似的店家 那甚至我可能要上網找 因為也不是那麼好找 現在在三重 現在有一次跟諾基來拍 烏肉飯 然後就有觀眾跟我說 你要去那一家喝一個叉叉叉叉叉叉叉 那個東西會賣在叉叉叉叉叉 對 而且大家都會買 剛剛諾基也猜不出來 我們等一下要拍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那正好三家 所以就是他要殺小貝超超單獨的叉叉 好 出發 go 嘉義人快樂的祕包我找到了 他說火雞肉有百優鹼的成分 解躁鬱 修緩壓力 跟治療憂鬱症 那個嘉義人都很開心 嗯 有道理 有了 我們在嘉義之後也過得很開心 沒錯 我們可以做在沾從嘉義第一名火雞肉飯 給大家揭曉他被什麼耽誤錢 我們就先來正常吃一輪 剛剛進來覺得聞了一下 味道好像還可以 你也是算火雞肉飯的那個養出來的孩子嗎 對 你會看起來怎樣 我覺得看起來有模有樣 而且還有賣火雞肉盤 這個台北比較吃少 嘉義是道具的 然後跟他辣椒看起來很辣 我就拿辣椒 我吃了 要加一個東西 這個在嘉義我們吃簡飯 這個飯很甜辣椒 波加的才要加 波加的超爽 好 現在吃雞肉飯 我覺得還不錯耶 比我們這兩個在台北一直該該叫 沒什麼好吃雞肉飯來講 它算是 鬆上 飯不會太乾 蠻濕的有油香 然後這個火雞肉也不會太差 其實還不差耶 大概有追到一半的分數 然後每次都會點 紫菜糕 跟皮拉豆腐 我覺得這個就基本款 也沒什麼特別 你要揭曉了嗎 要揭曉了 這家店被耽誤的是這個 焦糖奶茶 你說什麼 焦糖奶茶 網路甚至評論寫說 懷疑麥當勞員工在這邊上班 有麥當勞奶茶的味道 來 嚥喝看 真的有這麼好喝 什麼意思 因為我很少喝麥當勞焦糖奶茶 它焦糖會真的蠻重的 你有喝過麥當勞焦糖奶茶嗎 沒有 吃這個乙套跟那個奶茶 它的 的確是兩個世界的東西 是一個東西 也許有了 客愛這一味的話 你現在不是賣到停產了嗎 歡迎你來喝喝看 搞不然你可以找回你想要的焦糖奶茶 好 諾基要喝喝看焦糖奶茶 蠻焦糖的 焦糖奶茶 好像 好像統一布丁最下層的 對對對 其實我覺得蠻好喝的耶 很衝突喔 我覺得這個飯也不差老 不知道 好 有雞油 有雞油對不對 然後有火雞肉 然後飯是 蛋是硬的 還不差齁 不錯了 所以這家算是耽誤成功 觀眾跟我們說 你們家的奶茶有 這都點奶茶 對 最多大概幾杯 十幾杯酒奶茶 也有時候喝人丁餐 也有 就加奶茶 對 所以很多人也吃過 奶茶好像 拍到老闆 欸欸欸 你們自己喜歡喝嗎 喜歡喝嗎 跟外面的感覺不一樣 對 然後老闆一開始菜單就有這個奶茶 然後夏天的時候還會有十幾單 就專賣來點奶茶的 所以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真的很像麥當勞的奶茶 哇 好大 給你吃 諾基這個爽啊 哇 諾基料理 好 好 現在在第二家 我們現在在新竹老皮牛肉麵 被叉叉耽誤的牛肉麵 是怎麼叉叉呢 首先我們現在來吃牛肉麵 你想像中 我以為 這被耽誤的蠻嚴重 其實 他還是蠻專心在做本家該做的 嗯 這是很清爽的 紅燒牛肉麵 而且燉的還不錯 晚上有時候半夜會想吃的那個牛肉麵 不知道大家知道我在想吃 其實還不錯耶 牛肉也蠻軟嫩的 他一咬那個肉就斷開 可是不錯吃 差不多被耽誤好像不太行 這碗肉啊 好餓啊 鋪雞特餃油豆腐 屁啊 你明明就你調我 我從頭到尾都沒動 氣候蠻多的 這種豆腐比較便宜手工做的 沒有做醃進去 但是外面的 醬汁跟皮吃起來 那有油豆腐外面我不喜歡 因為它那個皮太紅 它有一種哈味 一咬下去裡面就是 斷層跟很多氣孔 吃起來蠻軟嫩的 但是蠻好吃的牛肉 不錯 那最後就是當務之旅 因為很多人來店的目的 是吃 豆花 所以我聽說 他來新竹一次吃牛肉麵 吃完之後 吃不完就豆花 吃到飽 我說什麼東西 什麼豆花配牛肉麵 他說牛肉很多 這件事我一直沒有求證過 你知道這次我要拍這個企劃一查 發現其實它真的有 沾五家 就是以牛肉麵 跟糖水豆花 或是豆漿豆花 為它的吃到飽 祝球 其實 真的蠻好吃的 雖然是熱的 但是 它的豆味真的蠻濃郁的 這個出來是真才吃到的豆花 沒有耽誤 我覺得相苦相成 別有一番鳳梳好滋味的 來 耽誤黑神湯 二號 然後來吃豆花 他是有經驗的齁 這次是他帶我來的 對 我原本想說 糖水應該是冰的 沒有耽水之類 雜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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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糖水好像有點醬味 有點醬汁 它有醬汁豆花 所以你覺得這豆花還不錯 好吃 真的還不錯 我蠻意外的耶 我原本以為就是麵瀑布 就是豆花 不就只是一個 求飽的地方 結果還是算水準還不錯 他們還是有良心道德 還是記得自己是最好的 對對對 互相不耽誤啦 這個台北人應該比較少吃到 新竹有一些牛肉麵 是有豆花 豆漿 無限公益的 對阿 好 這次會拍攝這個主題 主要是覺得有很多店家 除了專心進入本業外 也有一些令人玩耳的橫向發展產品出來 甚至比起本業是有過之而不及 很值得一看究竟 而這次讓我介紹的產品 則是被手機耽誤的 SANSON OLDGA 這廠商有過嗎 這廠商有過 三星喔 不是說手機不好 像你就是三星手機的愛用戶 對 但是三星其他的家電跟螢幕也非常厲害 而這台 Odyssey OLEDGA 已經超乎我對螢幕的認知了 因為也是一個很愛打電動的人 所以我對螢幕的關注度也非常的高 拿到這台使用過以後 實在是太功德圓滿了 什麼意思 太誇張了吧 首先你看 它有Mini DP Micro HDMI USB-C等多種連接附 支援各種規格 其中還有一個USDC的65W電量 我每個直接Type-C接上去 就可以統電還可以延伸螢幕 非常快樂樂便利 而且在我們有時候需要剪輯素材的時候 蛤 你有剪輯? 有啦 偶爾啦 GA都我剪的 21比9的畫面 不只讓影片的素材整理 非常方便跟螢幕了來 分割畫面使用在工作或偶爾玩遊戲長功率也是很方便的 而且我剛拿到的時候 我在那個會議室玩 接上我的筆電 超不適應 我不知道為什麼 畫面太美 可是有點沒辦法習慣 後來進去設計裡面看 我才發現 哇 原來它的更新率是到175Hz 而我平常都只擁用60Hz而已 但是它這個更新的頻率呢 其實已經超越了國際賽事的水準 非常適合拿來打電動 像不管我拿Xbox或Steam Deck玩 哇 那個次世代主機裝上去或是高畫面 高速度的遊戲 那個整個畫面 就是一個水 再來是它標榜超越OLED的極致畫質 還可以超越OLED耶 面板彩 QD OLED 搭配量子AI智慧處理器 Display HDR True Black 400 及 DCI P3 99%的超廣級電影集色域 不僅能達到最真實的黑色 還能還原最鮮艷的色彩 帶給你非常極致的觀影感受 看起電影非常的爽 總結以上呢 我覺得這個螢幕呢 非常適合我們在房間使用 不管是工作還是娛樂還是休閒 而且它還有遙控器 你覺得螢幕太大也不會 你遠遠的躺著按一下 也有內建軟體可以播放使用 真的是一台超乎規格 跟想像的曲面螢幕 真的是被手機耽誤的螢幕公司 這個真的超讚 那麼在哪裡才買得到呢 目前在哲哲平台 有限量超早鳥優惠47900 這個價格只有在哲哲買得到喔 日後上市就會恢復市價原價 50900 專案活動時間 直到11月22 優惠價格 旨在哲哲 機會難得 盡情把握 讓我們往下一家被當一個店看下去 這家是中華麵館 這家是很有名的麵店 這家是很有名的麵店 但是很多人推的是它的冰 這家是一家被冰乾屋的麵店 好麗豆冰沙耶 真的很讚耶 哇 是大鍋耶 欸好吃 你吃的不能後悔啊 對啊 剛剛在中華麵店外帶 因為現在這一條南大路都不能內用 剛剛諾基還看到我們最愛的 減炭肌肉飯的分店也沒有內用 對 怎樣 我們是被疫情耽誤的Youtuber 真的啊 我們被疫情耽誤很久 我們還在新竹 好 但我們東跑西跑的 這第三個地方 因為有兩個店 一個人太多 一個沒有我們要拍的東西 因為疫情的關係 馬上又發現了 新竹還有這間店 好 現在手上還撥好了個 還有一彈 喔 感覺這家店有點匪夷所思啊 剛剛裡面這個一整鍋在幹嘛 五台彈 然後前面在幹嘛 在賣冰 本夜是剪便店的 然後到底要幹嘛 那我們 都來試試看哪個才是它的本夜 現在來吃 板條 它板條這個醬好像是紅橘醬 蠻好吃的 它的板條就是 敏感很強 有一點微微很微 但一顆心不到的辣度這樣 吃起來還蠻夠味的 蠻鹹的 肉燥 肉燥鹹 然後麵就是酒醬 跟那個甜 還蠻搭的 就是口感上 然後再來吃彩蛋 我小時候滷的那個彩蛋的味道 蠻香的 算是有滷進去 而且裡面整個顏色都有到 然後不會味道很重 但是是有補透的 我覺得它的冰好像很厲害 他說它是 綠豆沙 類大豆 然後配它的粉 哇 滿滿的 然後 你看這是 綠豆冰沙 哇 這個豆花 哇 這個很爽耶 今天吃豆類吃有點多 冰比較厲害 都OK 但是冰真的還蠻結束的 不知道它的糖分 用靠這個綠豆冰沙來補 補得很細 然後它的豆花又很有豆香 然後粉圓又 這樣不是Q彈 但是吃起來就是 嚼勁不錯 一咬就斷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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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這家成功被耽誤了 畢竟它是麵店啊 對它這家麵店 它不是冰店 然後趕快諾基來試試它的冰 欸新竹的冰好像都蠻強 我們剛剛是神皇那一家也不錯 嗯 它的大豆 很好很殺 蠻強的 它的粉圓很好吃很Q彈 豆花的豆香也不錯 還不錯齁 還不錯齁 會想買對不對 那口感很特別 綠豆冰沙取代冰 對 取代糖 再加上豆花那種滑 但是又有微微的顆粒 你以為你是在吃豆花 但是你滑滑的感覺 嚐到後來發現 欸這不是豆花 這是綠豆沙 它應該是冰店 它不是麵店 所以它有被耽誤嗎 有啊 被耽誤了 我覺得今天 今天第一名 最被耽誤了 對最被耽誤的真的是它 其他原本都不錯 對對對 最後回家了 我們現在在休息站 今天我們拍完了這個 被稱券耽誤的餐廳 哈拉莎小貝超超耽誤的餐廳 這兩個人應該一致都覺得 最後一家真的有點被耽誤了 而且它的招牌 完全都沒有寫到冰 這個是 但是它的冰真的是蠻出乎意料的好 然後我覺得另外兩家都是 原本的餐點也不錯 這次有點像是我們自己的口袋名單 擠出來的 那如果大家自己有名字 原本是吃類似炸雞店 結果很多點蛋塔 吃披薩你也點炸雞 然後這種店家也可以分享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 讓我們可以去拍 還有一個今天想知道的事情 就是為什麼新竹那麼多豆花 是因為客家人多嗎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咧 這個系列我們也不定時會再繼續更新去拍 因為我覺得這拍起來還蠻好玩的 這邊在跟新竹的大學生們說 真的新竹的東西可以吃 請用點心 不要當個理工奶 都不認真去找吃的 要有點感性 像我們剛剛在拍完最後一個的時候咧 學生跟我們合照 我說那你吃過中華麵店嗎 我不知道那什麼 然後我說你看我桌上有冰 有彩蛋有麵 才只有這二塊 你從超商拎那個便當 也是八九十 你為什麼不去吃那個 要努力 就在你的學校附近 還是有很多東西可以發現 那不管今天就先到這邊 那如果你喜歡這影片的話 也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好啦那就期待我們之後的影片 謝謝大家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